HELLO 大家好,我是TAYO 歡迎收看上午心跳賞屋 今天的旅遊區來到樹林秀泰里面的金鼎樓 金鼎樓在日本有27家分店 然後在台灣這邊是第三家分店 這一家分店蓋的非常漂亮 聽說它是不輸給李泰豐的小貓店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小籠包 聽說他們這個店專門給日本吃 然後日本人最喜歡吃一個叫做烏龍茶小籠包 現在盲菜來了 金鼎樓是家主打上海點心的中式餐廳 創立於2002年 招牌為小籠包、烏龍茶小籠包、蝦仁蛋炒飯、紅燒牛肉麵、酸辣湯、東坡肉等等 那價位的部分大家就先看一下菜單 但是他們好像不時都會一直更新菜色 所以未來都會有變化 金鼎樓目前在日本一共有27家分店 而台灣目前有三間 我們今天來的就是樹林秀泰里面店 正是台灣的第三間店 我希望令近20年的金鼎樓 為了與傳統的市售小籠包店做出區別 在烹調手法方面 也特別做出鹼油配方 不添加任何人工香料 保持食材天然的原汁原味 讓顧客吃下的每一口 都是清爽健康的保證 金鼎樓還有規劃一個小小的戶外區 所以我們走過去看一下 我們中華美食秘籍裡面有說 小籠包好稱秘訣在於 皮薄、多餡、湯汁足 我們實際參訪這家店的廚房 其中 麵皮從麵粉的搓揉、甩、打、拉、護咒 一直到揉黏成麵皮 都十分考驗料理者的真實功夫 金鼎樓的師傅 各個都是從最基層開始學起 一步步穩扎穩打累積數年經驗 成就出一顆顆美味的小籠包 即使經過時代變遷以及景氣影響 但金鼎樓還是堅持使用 高湯精華熬煮而成的雞、豬、肉、皮凍 以高單價的原汙料 維持原有的多汁口感 絕不因為成本問題而影響餐點品質 在一次因緣機會下 研發出具台灣本土特色的烏龍茶小籠包 店家將嚴選獲的台灣綠茶磨成粉狀 並與麵粉與烏龍茶內餡一同攪拌 製成色澤翠綠的誘人外觀 搭配空氣中陣陣瀰漫而來的茶香 層層交疊的香醇滋味讓人食指大動啊 好飽喔 終於吃完了 把表一下感想好了 我覺得烏龍茶小籠包真的 味道還蠻特別的還蠻香的 其他的這種小籠包一般基本上 我覺得水準跟體態風是差不多的 喔 那東坡肉 東坡肉我覺得很好吃 但是這裡的炒飯的部分 我就覺得他比較普通一點 大概只有個六分吧 炒菜類的部分我覺得都還蠻好吃的 炒菜不管是他炒的青菜啊 還是什麼麻婆豆腐這一類的東西 我都覺得蠻好吃 這我們那裡全部都吃包包 以上是我們就是在這個 金鼎樓的這個只有用餐的心得啦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喔 好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的節目 掰掰